今晚武器完美落幕 大家心中的得獎人是他們嗎 接下來就帶大家回顧 今年的得獎名單 這次大贏加油 消失的情人節 報回五項大獎 而典禮上焦點之一的 最佳新演員 則是在無聲中 展露頭角的陳妍飛拿下 我剛剛被聞到的時候 我有沒有帶我的幸運物 我的幸運物就是我媽媽 跟我姐姐 他們今天也要來 謝謝他們 第五十七屆金馬獎 最佳男配角 納豆 沒錯 納豆打敗強敵 躲下第一座金馬 精湛的演技 終於獲得肯定 這該不會使這個幸運小物 發揮作用了吧 你看很像我女朋友 她前幾天幫我縫了一個 紅內褲 然後在上面還寫字喔 納豆得金馬 真的耶 特別有愛的幸運物 果然不一樣 當然到了後台 攝影大哥們 也沒有要放過她的意思啦 就在這時候發生的小差距 同一時間徐若瑄招網友出征 最佳女配角 得獎的是 大美 這段頒獎過程抬脫稿 遭到罵聲不斷的她 也在慶功宴上誠心道歉 小徐仙智不是完美的 人有時候很多不盡完美之處 請見諒 因為真的就是太興奮 然後太想要就是 太熱情想要氣氛開心一點 有時候會不盡完美 我們希望大家見諒 然後謝謝大家批評跟指教 謝謝 我也不是完美的 每次都會表現得很完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回歸正題 最佳女配角得獎的是 媽媽 親愛的房客 陳出發 他們沒想到說 真的是我而退上來 我什麼錢 我都沒有自己準備 可是我想想 該想到的就說 沒有說到的 希望等於是 最佳女主的人說 淑芳阿姨究竟會不會再次來到後台呢 接下來即將揭曉 第五十七屆金馬獎 最佳女主角 得獎的是 陳淑芳 國鎮抱回大獎 這也讓她LASA典禮先唱 淑芳阿姨創下金馬 紀錄第一人抱回女主女配雙獎 妙於女夫的她 在後台即慶功宴上的回應 讓眾人笑到不心 年紀這麼大 牽了兩匹馬回家 我還要去 她是蠻木草養的 我不曉得怎麼辦 你抱一下那些金馬 第一人拿了 你一下又拿了那個 沒有聽到這個叫你 不曉得 過幾度過年了 不是 我怎麼會知道 我第一次入圍 第一次 我還沒睡 我還沒睡 怎麼知道 我還沒睡 怎麼知道 我還沒睡 怎麼知道 但阿姨也說到 他能順利騎兩匹馬的原因 可能都要歸公於 正是我最親愛的房子 我的 我的男媳婦媽媽 叫她一定要拿給我 嘿 莫主妮啦 她媽媽說一定要拿給我 拿了在手裡 就會有什麼雙B嘛 真的呢 真的她是拿不給我 所以我在這裡要謝謝 小莫同媽媽 不管怎麼樣子 就是說我今年運氣好 我真的就拿兩匹了 莫子儀媽媽送的幸運物 發揮了幾強的功效 莫子儀超逼真的演技 讓她在死亡之組 獲得57屆金馬影帝的頭銜啦 你有幾強命頭嗎 沒有 對 你媽媽沒有自己選擇 我那是 因為蘇光阿姨開出的時候 很照顧我 所以我就有跟我媽媽說 我是不是可以 送什麼東西給蘇光阿姨 那因為我媽媽是在 擺地攤賣獄的 所以就送給蘇光阿姨一個 保佑她平安的獄 然後其實這是 我對蘇光阿姨的一點心意 希望她可以平安健康 除了角色們的獎項外 萬眾矚目的就是這項 原創電影歌曲啦 不負眾望 有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奪下 只不過網友們的重點 都放在典禮上 陳浩森的走音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記了時間這回事 大家不要這麼嚴格啦 她在慶功宴上 忘記了時間這回事 既然決定愛上一次就一輩子 真的很好聽 不管怎樣 恭喜上次得獎著 八大採訪組 63年才拿到 我當然還有太心 採訪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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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